虎脑的猫头鹰 西边的树林里住着猫头鹰 这种鸟是野间最为活跃的鸟 它们捕食鼠类及其他小动物 按说猫头鹰应该是人类的朋友 应该受到人们的一致好批 可是住在树林旁边的那些人 却并不欢迎猫头鹰做它们的邻居 因为猫头鹰的叫声实在难听 特别是到了晚上 你偶尔有事外出 经过那片树林时 冷不防几声怪叫 真能吓得你浑身起鸡皮疙瘩 冷汗直冒 于是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要赶走猫头鹰 猫头鹰感到十分苦恼 它从这个窝挪到那个窝 可挪到哪个地方也依然不受欢迎 总听到人们责怪和赤骂的声音 猫头鹰想 这里的人实在太刻薄了 我一定要搬得远远的 猫头鹰这回可是下了大决心 它竭尽全力向东方飞呀飞呀 飞了三天三夜 已经筋疲力尽 再也飞不动了 才肯定在途中的林子里休息 一只班鸟看见猫头鹰那副又沮丧又疲惫的样子 很是奇怪 班鸟问猫头鹰说 你累成这个样子你要去干什么呢 猫头鹰说 我想搬到很远很远的东方去住 班鸟不解的看着他说 为什么呢 猫头鹰叹了口气说 西边的人太难相处了 他们都讨厌我说我的声音难听 我在西边实在住不下去了 非班鸟不可了 这次我下决心搬到遥远的东边去 离西边越远越好 班鸟像个小姐姐似的笑了笑说 班鸟就解决问题了吗 依我看 不管你搬到哪里去 都是一样的结果 猫头鹰不理解班鸟的意思 皱起眉头问 那为什么呢 我离开他们还不成吗 班鸟语重心长的说 道理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如果你不能改变你那难听的声音 你即使搬到最远的东边 也同样不会受东边的人欢迎 看来猫头鹰那难听的声音 是没办法改了 所以他难以得到邻居的喜欢 问题是 他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只是一位埋怨 环境不利 是别人的态度不友好 从而把改变境遇的希望 寄托在幻幻环境上面 这实在是徒劳无益的